今次講講斬雞 其實補上次的醉雞沒有拍攝斬過拍 為什麼不拍攝斬過拍呢 因為時間關係 沒有錄影 沒有時間錄影 有很多工作 浸了一隻雞之後 浸冰水 浸完冰水之後 最好瀝乾它 起碼瀝乾它最好兩三小時 或者用保鮮紙盯著它 放在冰箱裡 晚上的話 可以不用放在冰箱裡 先開一隻雞 通常就 先把鼻子都開出來 先開一份份 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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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雞浸成怎樣 不知道 都是在 都是在 圍康賣的 浸到這樣就最好 有一點點紅 一點點紅 但是不要太紅 太紅了 太紅的人 說過了 人們會很害怕 覺得你的雞是未熟 一點點紅 就是 肉要熟 有一點點紅 這樣 這塊胸骨 喜歡的 喜歡就蓋子 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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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放下去也没人吃的 正常 鼻子 鼻子也很好 立刻浸冰水 我也是这样做 这些啫喱 这就是俗称的啫喱 这些啫喱 这就是啫喱的情况 这些啫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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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鸡的骨胶原 屁股就不要了 中间的骨 就开一开 这些啫喱 通常都不要 你喜欢就斩下去 就没所谓 拿出一只圆碟 这些圆碟 这些鸡汁 今次找一只 招呼好朋友 找一只八年 八年花雕 去大型超市买 我当然不会去集货宝买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除了我肯定知道它是真 我就去集货宝买 对不对 就是 遗免安全起见 我当然去大型超市买 哪一家是不说的 这些胸骨都可以去 因为 这一部分只说斩鸡 可以多些时间 其实怎么斩都可以 没所谓 斩得漂亮 自己吃 不是 因为又不是去比赛 因为我本身 就算做粤菜 所以我 我不是真板佬 先说明 有时候 有时候做帮开卖 正 这个鸡 做帮开卖 有时候上酒席 有时候上榨子鸡 最富流的榨子鸡 很出名 它是用桶来浸的 现在不知道 它浸的那桶 不是一只软油 不再说 最富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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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只鸡炸子鸡 也挺出名的 不说 我们有时候有时候要埋位斩 針板斩不像 一起 就起30-40 一浸好不停斩 炸子鸡要趁热斩 要热斩 冰了斩 不可以 皮会软 不说 我先说 这些鸡 部位 先拿出这两个部位 现在要浸好鸡汁 那天没有拍到斩 今次拍到斩 如果盐那些呢 即是盐格那些 这些已经不行了 已经 炸盈了 开到一只鸡 即是酒店那些 压得很盐的 砍到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每边斩多块都要 譬如这边斩5块 这边要斩5块 不可以有4 有5 全部都有規矩,很麻煩 那時我做賣便,做鑊,不關我的事 尤其是砧板佬,還沒做過酒店,突然去控一下 都被人說的,活了一些肥膏酒 拍一拍,拍便就這麼年輕一點 油雞當時,我是頂檔,我出去頂檔就頂過 我正式沒做過 先說明,放進去 現在上翼,上翼,上翼 如果中菜酒樓,就最後上翼 你就知道,通常這樣開 就是這樣擺 客家是最後擺腿,腿擺上翼 就是那些燕焗雞,客家人的做法 有點不同,跟粵菜是少許 跟粵菜,酒樓的粵菜 通常我們都這樣擺 就是這樣斬 怎樣砌呢? 實際上我都很硬 砌 砌不到就算了 就是這樣 最後一隻鼻 那隻鼻可以開,可以不開 如果走下去就這樣開 開一半 就是這樣開 不過我就不開,我自己吃 就是為免要很靚 那隻鼻子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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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會拍它呢? 因為你一刁它,會不準 拍它,就像它一樣好 这个不腰了,这个屁股位 拿一块给大家看 这样 你看一块漂亮的就是这样 这些东西就... 这些都不太够啫喱 不算了,它不够肥 肥点就多些啫喱 这只鸡就这样放 教大家怎样放 怎样放进碗里 先把它抬起来 先把它抬起来 按一按 头部就不用太够了 因为... 我们中国人就要有头有味 所以把头部放进去 那... 我觉得这两个关节都放进去 挺好吃的 那怎样放呢 现在这里有一个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把头部放在哪里 那这小脚就... 把眼睛拿出来 不... 先把刀放进去 刚刚好 那... 那... 因为我要浸走 要大小小小的盒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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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这些绍兴酒调到鸡汁介绍 再倒至刚刚没有浸过鸡汁少少的酒 就够了,就可以浸到明天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浸到明天,刚刚好 我觉得浸到明天,明晚吃就刚好 就完成了 明天也不拍了 明天很忙,慢慢的 现在我把醉鸡汁倒下去 现在已经几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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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愁闷了 再说了,有机会再说了 我这次用这些酒 还有一点时间 他说八年了 又说贵又不是贵 又说便宜又不是便宜 这些酒不像一杯 这些酒不像一杯 这些酒不像一瓶 如果不够的话,开少少玫瑰露 我试一下喝一口 看看有什么味道 再调 再说,有机会再说 多谢大家看 希望你懂得斩 咱们的鸡